複賽準備 複賽準備其實我們平常就是按照 我覺得一天維持正常的訓練 一兩個小時一個半就很正常 照正常去練 那我們在北區複賽之前 是有到台南去打一個三高杯 因為前面幾年的挫敗 讓我覺得小孩子如果不離開金門島 我覺得他的思想啊 他的刺激真的就沒辦法突破 所以我這次在寒假 就提早做準備了 這幾年也有在做 譬如說結合正公所 他有辦一個邀請賽 那去年我們也邀請四所 高中球隊去 南山 泰山 冷冷 青年這些去 那最主要就是讓當地的孩子 他可以見識到說 台灣籃球的水平 原本是在電視螢光幕上看到的 那現在搬到你前面看 也是多給他們刺激的 我們金門只有五所國中 那你一年的聯賽就是比那個四場球 那這幾年是因為我們學校是算比較大笑 所以還是有比較佔一點優勢在 可是你只要離開金門島之後 像到這個全國北區 其實大家有些球隊真的是蠻投入的 蠻規模的 他有體育班然後有訓練都非常紮實 所以我們你說要來北區拿成績 我覺得有難度啦 那當然我們也是盡量朝這個目標再設定 基本上你喜歡籃球你就來 我都收啦 對 但是就是你要接受我們的團隊的約束 然後平常訓練的要求 這樣子 那最主要你學生還是要有學生的本分 要學生就是我覺得品德跟態度 還是我們比較在意的 禮貌這些 那你看我們來當然一趟真的不簡單啦 要出門喔 對孩子來講他們可能從小 包括畢業旅行啦 包括各式各樣的活動 像我們的球員在過兩三天 還要去比音樂比賽的獨咒 所以我們裡面不是單純只有籃球員 也有田徑的 像兩百四百金門縣的縣運會國中組的冠軍 所以其實他們還是有各式各樣的才藝啦 然後其他的領域他還要去協助這樣 那我會去要求的就是說 一趟出門真的不簡單 所以孩子你也要懂得去感恩啊 珍惜這個機會 而不是來就是抱著那種玩票性質的 我覺得輸贏都可以學習啦 輸球當然會難過啦 小孩子哭了 就是代表他很在意嘛 那我覺得教育這種東西喔 你把輸贏看得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就得失心太重了 所以我一直要求孩子 就是用平常心 因為畢竟我們小島的資源啊 環境啊平常的刺激都很少 那相較之下我覺得走到這一步 我覺得我已經夠本了啦 所以我也希望孩子抬頭挺胸走出去 坐牠們走出去 坐牠們走出去 感谢观看